謝謝國棟兄 請賴主委 本席很少在您的業務裡面做質詢 這一次呢我不得不質詢 因為我覺得陸委會 這一段時間實在做的是太過分了 我來舉幾個例子 上個月北京市長到台灣訪問 特別在原住民部落 捐贈了酒量的巴士給七個原鄉 陸委會總共提出了三次意見 第一次說不能由大陸的企業直接來捐 必須透過台灣的協會 間接的捐給原住民鄉 第二次的意見說 活動的標題不能叫七鄉聯合一式 第三次你又告訴我說 鄉長不能夠上台接受捐贈 我特別把陸委會的處長叫到我辦公室來 我請問一下你們提出的這三點法律依據在哪裡 然後你們這位處長呢 吱吱吱吱吱說找不到法院依據他只是建議 然後請委員考慮一下不是一定不行 然後最後還吱吱吱吱說社會觀感不佳 主委活動當天這七個鄉的鄉長包括將近一百多位的我們的鄉親都到了和平鄉 然後呢鄉長上去很感激很感謝的把這個九台中八開回去原鄉部落 回去了之後我們的小孩我們的老人就醫的問題解決了 然後鄉長還問我請問以後還有沒有這樣子的捐贈一事 我就不知道陸委會所謂的觀感不佳 觀感不佳在哪裡 主委我給你看一下片子啊 剛剛我們的徐委員說請教你說你有沒有下鄉去看過 你說有請問一下你到原鄉部落去看過嗎 看過原鄉部落的孩子是怎麼上學的嗎 我讓您看一看 這個是我們國內的媒體拍到的 拉勞瀾部落 那麼在這裡有一群國小學生 因為上學的路途很遙遠 每一天都是搭部落教會提供的箱形車 不過這個車子車鄰二十多年最近還故障 報廢了 有農民暫時提供一輛貨車來應急 只不過我們看到小學生擠在貨車裡頭 就好像載豬一樣 所以他們現在最希望的就是有一台新的箱形車 也希望教育部長能夠聽聽他們的心聲 這個小朋友們一個接著一個爬進貨村裡 有的孩子不夠高還得蹬著椅子才能踩得進去 雖然客運公車從身旁呼嘯而過 但孩子們卻一點也不緊張 因為這一輛貨車才是他們的小車 這個是沒有捐贈之前 捐贈之後我們再請助理放一下影片 這輛車子對我們來講是一輩子的第一次 看到這一輛車 這是堅實鄉的雲鄉長 他們的感動跟激動 有了這一輛車以後 我們車子可以把學生載到學校 也可以把我們老人家生病載到醫院去 他的小孩子在外工作可以安心的工作 絕對可以改善他們過去的那種經濟窘境 這個是真的最大的功能 這幾輛車會在十年內 會改變五風象的生態環境 我們的學校五風國中 現在快要破裂了 我們又回領 真的花言國想挑戰國想 慢慢又回流了 那現在也是那麼方便的 他們想說回來吧 小孩子慢慢的回來 主委我不知道現場的 我們所有的人看到的這兩段影片 你有什麼感受 這個叫做觀感不佳嗎 我告訴您主委 觀感不佳是我們台灣政府沒有做 我在立法院這十年 我不斷的質詢交通部 我不斷的質詢教育部 沒有辦法幫我們原住民解決就學的問題 今天我們邀請北京市政府 就當我一個立法委員的力量 我在今年去年跟今年我總共募了十二輛 解決了十二個我們原鄉 小孩就學老人就醫的問題 結果你們陸委會告訴我說觀感不佳 我不知道觀感不佳在哪裡 所謂的觀感不佳 是不是我們政府沒有做好 外面人來做了之後呢 接了我們這個政府不做好的倉巴 所以主委在這裡我真的必須要告訴您 我當然知道 這個校廁的問題不是您陸委會可以解決的 但是以後講話要講清楚 不是觀感不佳 你應該告訴馬總統 你應該告訴我們行政院長 就是因為我們自己沒有把分內的工作做好 讓外人來幫助我們之後呢 我們就是觀感不佳 然後你們還怕人家來捅我們 主委請問一下您看到這樣的影片您怎麼感受 我非常有感觸 我也可以理解剛剛委員您所提出來的這些您的看法意見 我其實是很有感受的 而且您提出來的一些問題 也是事實的現況 所以本來陸委會會這樣提出來 我不為陸委會衛護 我的意思是說的確本來照顧原鄉 這也是我覺得這本來政府就應該要做 為什麼沒有做到 那有觀感不佳嗎 今天北京市政府來捐了其量 我想這些都是應該不管是原民鄉的這個孩子的福利 或老人的福利 就醫的這些便利都應該是由我們的 不管是原民會或者是地方政府 這些都他們在做 孩子的那個那個bus 那個車接送的車那麼的破爛 這些真的是很不應該發生 我完全同意支持您的看法 那所以因為地方政府沒有 這個是地方政府的責任 所以當時我們的建議 可能我們在表達上有一些語言上不是太得當 但是我們的意思只是說 這一個我們並沒有反對捐贈 我們不是反對捐贈 我們是覺得說這個是本來就是我們政府機關 地方鄉鎮應該要做的事 那這個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為什麼自己沒有做好 這個有點是有點真的是有點笑話 觀感不佳不應該是捐贈於是觀感不佳 而是我們台灣的政府沒有把原鄉地區的交通改善 這叫做觀感不佳 所以你讓北京的人大陸人來看到原鄉地區 連一個交通問題這麼小的問題都不能解決 而讓人家來捐贈酒量巴士 你讓北京市政府的市長說觀感不佳 你們台灣政府就那麼小嘛 台灣就那麼一點大嘛 連原鄉地區五十四萬人的小孩就學 老人就醫的問題都不能解決 還要讓我們北京市來捐酒量的確觀感不佳 所以處長以後觀感不佳不是您告訴我說 這個捐贈於是觀感不佳 而是台灣政府沒有辦法解決原鄉的問題 叫做觀感不佳 所以我們希望以後主委 講話要講清楚 您上週五呢 您在媒體上又說 現在呢大陸省籍的交流團來到台灣 行程要更透明 本席要講的是 賴主委 以後講話要更清楚 社會觀感不佳 是因為我們沒有做好 別人來幫忙 幫忙了以後呢 我們自己心裡面慚愧才會講出觀感不佳這樣的話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要請問 學甲的私募魚到底要不要買啊 恐怕不要買了吧 否則的話又是觀感不佳 對不對 因為呢 我們的農委會沒有辦法幫我們的漁民來解決問題 所以必須要大陸人來買我們的私募魚 所以觀感不佳 委員報告 如果以私募魚這個案例 我們的意見是 我們的建議跟意見是說 因為透過這樣的一個 呃 好了主委 您可能是在 主委 您在身內是最長的 最長時間最長的主委 而且是跨了兩個政黨的齁 我在這邊忠心期盼 我們陸委會未來齁的業務 不是阻擋這些兩岸的交流 而是怎麼樣促進兩岸的和平發展 我同意我們就是這樣在說 對沒錯 然後呢 怎麼樣促進的愛心交流 對 我們不僅僅要大陸的人來給我們幫忙 我本人也到大陸去去去募款哦 四川大地震的時候 我在那邊還養養了這個二十幾個槍族的孩子哦 用我自己個人的能力哦 所以我要講的是哦 兩岸的愛心交流哦 應該陸委會裡面要大大的提倡 大大的協助 而不是設了重重的關卡 然後呢特別提了三個意見 這三個意見是鄉長不能夠上台 第一個 第二個呢就是呢捐贈呢 不能夠直接捐給鄉 要經過氣要經過這個中間這個這個叫做協會來捐贈 因為觀感不佳 所以我希望以後陸委會 對於這樣子的問題你們能不能不要再設重重的關卡 不是 你們應該是從後面好好的協助 是不是應該這樣子 尤其是這種所謂的愛心交流嘛 委員有一些哦 就是兩岸交流我們是積極的促成 真的各個領域積極促成 但是他的一定的管理機制哦 呃這些協助 各位我要講的是 都必須要存在 各位我最後要講的是哦 台灣人要有自信 對同意哦 要有自信不要怕說大陸人來了之後呢 就把我們捅了 因為台灣是很多元 所以意見非常不一樣 所以呢不要因為怕大陸人來給我們捅了之後呢 我們這也怕那也怕 然後設了重重的關卡 然後呢我們所有的人哦 要要要做交流的時候呢 我們有一個審議委員會 在裡面呢 講的是莫名其妙的話 我上次在這邊還還質詢了我們的這個 呃呃 那個其他的單位 你們那個所謂的審議審議委員會裡面哦 真的實在是能不能一次就解決問題 而不要收了當收了人家的那個那個 呃交流交流的案件了之後呢 看了一次退回 然後第二次又有同樣的問題 不一樣的問題發生 您知道嗎 我們不要大陸人來同我們啦 我們自己的民眾哦 都很反感我們的陸委會了 很反感我們的內政部啊 委員 因為臺灣真的是很多元民主自由的社會哦 所以呃 所謂的社會觀感或社會的那種感覺 它會從不同的面向 社會觀感就是因為我們臺灣政府自己沒有做好啊 人家來幫忙我們的之後呢 就社會觀感不好啊 所以我們應該要有自信 我們要把我們的內政做好 我們要把我們的農民農民的經濟收入鬧好 要把原鄉的問題來解決 就不會有所謂的社會觀感不好 我們會變成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 好不好 主委 我了解您的意思 希望你能夠對於兩岸的交流哦 不要再阻擋 你應該是 我們是很積極在阻擋 然後兩岸要和平的發展 但是管理安全管理的部分也一定要一定要兼顧哦 謝謝委員